好,議長、議會同仁、市民朋友 我們今天來報告109年度台北市總預算的第一次最佳捲預算案的報告 我們今天報告項目分第一次最佳捲預算的編制結果 主要有兩筆,一個是廣時博愛園區的興建工程、參建工程款轉換項目 另外一個是漢中街45號一個國有地有償撥用第一期的架構款 另外一個是災害準備金要增加 首先報告一下,我們在109年度台北市總預算第一次最佳捲預算 先講結論,我們一開始在編預算的時候就是 財務平衡 我們這個稅數是1674億 那稅數是1680 不過在這邊因為還有債務還本84億 但是我們移用以前的這個稅計剩餘117億 所以兩邊是達到平衡 那我們現在要編追加減預算的話 我們稅數還是1647 那稅數是1674億 那債務還本還是照原來的84.52億 那反而我們這個要移用以前的這個稅計剩餘 還可以減少 變成111億 不過就是移用比較少一點 剩下的還是留在稅計剩餘裡面 所以還是不充去再舉債 還是維持這個稅入稅出的平衡的狀態 那這次有問題的就是廣時博愛園區 我想這個廣時博愛園區目前正在興建 那總工程會是168.69億 那其中社會局參見24項 他要分擔比例是15.99% 要分擔26.97億 一開始是由這個社會局公務預算 播到這個社發基金裡面 那本來是播18.7億 那事實上因為這個我們的工程沒有進展 沒有有delay 所以事實上用不了那麼多 不過我們這一次就是從這個社發基金裡面 18.7就不要再播了 所以在這個公務局 社會局要編給這個社發基金的18.7就拿掉 那大概今年喔 實際可以做的工程大概是6億 所以只要再從社會局的公務預算裡面 再追加6億就夠 所以一來一反反而是少掉12億 另外一個是漢中街45號國有土地 本來這一塊土地 因為這個西門町在過去幾年當中 他的變得市面相當繁榮 所以他們一直在抱怨說沒有一個 比方說旅遊中心 或是整個西門町沒有一個共用廁所 所以他們在地的這個協會一直在要求說 是不是要弄個 比方說行動派 特別是漢中派廁所搬走以後 那個地方是不是可以弄一個機動的派廁所 還有這個廁所 還有一個遊客中心 那有一塊地 總費用是2.23億 那是國產署的 如果要播用的話要2.23億 那我們是打算喔 今年你知道喔 先播第一期的 109年度是0.28億 那剩下的錢就在未來的時間 在編預算去處理 那我們事實上本來是在西門町 那個入口處有一個建築物 本來說是不是要拆掉 後來說那個就暫時不要拆 那個每年可以收的租金 剛剛來付這一塊地剛剛好 所以就那塊建築物暫時保留 那每年收的租金來抵這個2.23億 等到這個地買結清以後 將來那個要不要處理 再講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漢中派45號國有地 有償撥用的第一期架構館 不過這個是新門町地區的一些商家 很期望要有的 所以我們再給它撥在這個追加預算裡面 災害準備金原來編7億 那在之前已經實際用掉1.45億 那麼另外我們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到現在為期其實我們是動之4.25億 所以本來的災害準備金 我們每年在編災害準備金7億 一般都是為了要應付那個颱風 所以事實上颱風還沒來 這個災害準備金也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因應這個新冠肺炎4.25億 當然後續大概還要用多少 現在還事實上還在進行 所以一時間也沒辦法去預測 所以大概災害準備金 我們算一算大概再追加7億就夠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追加減預算相當簡單 第一 災害還是保持平衡 那就是廣時從這個基金 移到這個社會局自己的這個預算裡面處理 另外就是一個漢中街的一個 一個要做一個公用廁所 流動派出所局客中心的那塊地 另外剩下就是災害準備金 再多邊7億來應付這個災情 大概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大家